同样是刹车 F1从时速300到彻底停下来 只需要4秒不到 而普通的汽车从时速100减到0用时 差不多就需要4秒了 同样是刹车 F1凭什么刹车如此利落 看看F1的刹车系统究竟如何与众不同 1951年盘式刹车第一次出现在F1赛车场上 1955年雪铁龙第一个把它搬到自己的量产车上面 从此以后 盘式刹车就成了我们一个无比熟悉的东西 直到现在普通汽车上面的盘式刹车 和F1上面的盘式刹车本质上没有啥区别 毕竟大家都在使用 同一个连小朋友都懂的原理 在工作原理吗 摩擦力卡前加紧 车辆减速 卡前放松 车速恢复 所谓张弛有度 在这上面体现的淋漓尽致 不同之处在于细节上 我们一个个来说 先说卡前上面的区别 除了更大以外 你要是仔细观察的话 会发现位置也不太一样 普通汽车上卡前的位置 一般都是在刹车盘的左右两侧 大概是三点钟或者九点钟的位置 而F1的卡前却是更往下 位于五点或者七点的方向 为什么要这样调整呢 因为这样能让重心变得更低 重心更低 这样车开起来自然更稳 你骑车二时的时速 都知道要压低身子 F1的工程师就更是深安辞到了 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 不干脆把它放得更低呢 也就是六点钟的方向 根据多年的经验 以及直立哺乳动物进食习惯的研究 将卡前的一头翘起来是为了让打格更方便一些 因为在刹车踏板和卡前之间传递力量的是液压 用液压来传递压力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好处 那就是液体无法被压缩 所以当车手踩辖刹车踏板后 踏板上的力量会非常迅速又精确地传递给卡前 从而做到人车合一 但就像人吃饭一样难免会吃下去空气 刹车不停地踩踩踪踪踪 也容易让空气钻到液压系统里去 空气可跟液体不一样 它比较有弹性 可以轻易地压缩 这就让刹车反馈变慢人车不能合一 F1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需要时不时地把空气给挤出去 所以F1的卡前必须是一头高一头底的样子 并且高的那头又专门地放弃嘴 他是一起肉或浓摩 所以我们 EDG所在na把它ATA 或进shon Alexandra wonderful thirteen 却打不虚 谢谢观看